故事泡泡堂 胖胖的害怕 胖胖从小就很胆小 他怕一个人到树林里去 又怕黑黑的夜晚 他怕看见医生和护士 他还怕出门走丢了 妈妈 你陪我睡 黑黑的我不敢自己一个人耶 胖胖 别担心 妈妈陪你 但是胖胖已经长大咯 要越来越勇敢哦 这一天 妈妈告诉胖胖 胖胖啊 你已经长大咯 妈妈打算送你到学校去 学校里有好多的小朋友 以后你就有玩伴咯 但是胖胖的心里可不这么想 一想到上学要和妈妈分开 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 胖胖就开始害怕了 妈妈 妈妈那你是不是会和我一起上学呢 傻孩子 那是小朋友的学校 妈妈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呢 别担心 下课的时候 妈妈会去接你啊 上学第一天 胖胖胖一只手紧紧牵着妈妈 另一只手抱着他心爱的玩偶 毛毛 妈妈牵着胖胖走到老师面前 胖胖胖 你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哦 妈妈下课的时候就来接你 老师 我们家胖胖就麻烦您照顾了 妈妈 再见 妈妈 早一点来接我 胖胖胖 来 老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 老师带胖胖到教室的一个角落去 那里有小枕头 小沙发 墙壁上还放了一根小魔杖 让胖胖感觉好熟悉呢 哇 跟我的房间好像哦 这里也有一根魔法杖哎 胖胖 这是咪咪 咪咪也是第一天上学哦 你可以帮老师照顾她吗 胖胖偷偷地看一看咪咪 咪咪也看一看胖胖 咪咪帮胖捡起她的毛毛 胖胖送给咪咪一颗小糖果 我是咪咪 你的玩偶掉了 还给你 我是胖胖 她叫毛毛 谢谢你 这颗糖果送给你 这一天 胖胖和咪咪牵牵着手 到哪里都在一起 因为有咪咪在身边 胖胖觉得没有那么害怕了 咪咪也觉得上学没那么可怕了 下课的时候 妈妈已经在门口等着接胖胖回家了 小朋友 下课了 大家明天再见了 老师再见 咪咪再见 小朋友再见 胖胖再见 明天要来哦 我一定会来的 咪咪也要来哦 文章